台中今天有这么一场流荡品的拍卖会 那么其中很显眼的包括了台湾还没有上市的iPhone 5 已经出现在拍卖会上 而且特价18,800 现场还有500个名牌皮包 最低折扣是一折 最有趣的是这个场景 现场出现了这位三岁的小女娃 她看中了这么一个6,800的名牌皮包 现场大哭大闹耍赖 硬要她的妈妈买给她 我们只有15分钟 流荡品排卖会 聚集几近大批人潮 婆婆妈妈把握时间 这一头锁定的是名牌包 而这一边则针对善亮亮的钻石珠宝区 世代挑选 还有这个黑色全新的iPhone 5 在台湾都还没有上市 已经出现在流荡品特卖会里 客人从国外带回来到当铺换现金 她本来要买白色的 朋友给她买到黑色的 所以她不是很喜欢 她就干脆直接来我们当铺 就是周转现金 有的妈妈带着小朋友 也来抢买流荡品 没想到三岁女儿 抢得比妈妈还凶 就是要那个红色小包包 为了安抚女儿 6800元的包包 妈妈买给你 这才让女童停止哭泣 台湘当会业者 举办流荡品排卖会 准备500个名牌包 才开卖一天 就吸引近千人次 破千万的业绩 冷静商品有全新的iPhone 5 水货价4到5万元 特价18800元 名牌精品包 原价42万 特价28万 还有iPad 2 原价16000 中奖者用3990元 就可以带走她 金儿就是这位小姐 早上9点多就来排队 只为了领钱20位的号码牌 领导牌也被幸运抽中 只有她一个人可以用399元 买走iPad 2 很兴奋 我昨天有去拜拜 有人亲眼大超父亲不手软 好几个名牌包一次带走 但每个人进来只有15分钟 要演名手快才抢得到 今天是零文章 里经文台中 采访不到